前港督彭定康在一個國際評論網站詐文 指香港軟靠自主和言論自由證受的威脅 他認為大學自行選校更合適 彭定康以學術思想終結為題 在長大的一天字的文章裡面 說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珠 保障香港肯有的言論自由 和大學軟靠自主正是受到極大威脅 彭定康質疑 淡於香港那間大學的學生 支持前年的佔領行動 才令到港府要將大學修編 以背後明顯是北京的指揮 他又認為 由同留安書店五指的遭遇 亦可見中方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態度 彭定康說 中國政府正是大規模打擊學術自由 形容是八九文論以來最嚴重 限制大學不能夠教授所謂的西方價值 只能夠教授馬克思主義 而他諷刺中方指負擬 清掃馬克思本人樑自何方 他認為大學是社會的自由保留 研究和教學方面都不應該受到政府干預 否則能以清掌世界目虎 彭定康告別西方國家關注中國內地和香港大學的情況 額色電視鏡就是一場白氣報導 在上星期五,警方接獲深水埗區四個女人被襲的案件 被封到其中一個案發地點榮昌村調查 包括看閉路電視錄影 第一宗在下午四點多 一個十七歲的女人行過富昌村新村路公廳對話時 被一個拿著插手的男人襲擊前額 案件列作襲擊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在相隔大約十五分鐘之後 一個二十三歲的女人 在富昌村富城樓對開 被一個男人用手襲擊左邊面 到了晚上大約十點五十幾分 一個二十二歲的女人 在榮昌村榮結樓地下 被一個男人用手襲擊 她的避受傷 在大約十五分鐘之後 再有一個二十歲的女人 在南昌村